性情大变甚至会性骚扰外拥 失去方向感一路到处乱走 或是跑到外地的女生宿舍睡觉 被误认是老色狼而送饭 所以带给家人莫大痛苦的阿滋海莫症 教学家可能已经有突破性的进展 最新一期自然期刊指出 美国与类似生技公司 从健康的百岁人类体内的免疫细胞 研发的药物 可以明显减缓失忆及知能退化症状 目前一届对阿滋海莫症病因的推测之一 是患者大脑内会出现有毒的 类淀粉蛋白质沉积物 这种沉积物会破坏脑细胞 导致失忆和知能退化等失智状况 新药进入注射进入人体后 启动人体的免疫细胞 分解排除掉造成失忆的沉积物 而且剂量越重改善越明显 实验数据显示 针对165名阿滋海莫症初级患者 经过一年实验 注射药物患者的成绩现象明显减少 专家表示 这是研究阿滋海莫症 25年来最棒的消息 新药将进行下阶段实验 结果最快2020年出炉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导